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欢迎大家来到我的一周年特别长啊 就相信大家看了这么久的look了对吧 都对我的名字毫无耳闻 没有没有 也没有这么惨也没有这么惨 多多少少还是听到过一点的 特别是这个听歌的玩家对吧 听歌的玩家还是知道一点的 就是我时不时跑骚的时候呢 就会听到那个直播间的主播 我就会说 这不是那个灵性吗 听说这个灵性 这个灵性来自那个乌兰巴托 圈圈唱那个乌兰巴托的夜可好听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大家以前都这么喜欢乌兰巴托的夜这首歌 真的 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吧 只是单纯的想唱死我 看一下看一下 其实其实播了这么久呢 在直播间呢 也是非常幸运可以遇到各位的 也使了这么多的小伙伴对吧 然后今天趁这个机会呢 就跟大家郑重的再自我介绍一下 其实我是一个混血 广东混湖南 简称东南 中国地图 往这个东南的方向一看 这个广州这个地方 就是我正在居住的城市 我真的不是来自乌兰巴托 在这里跟大家承认一下 然后其实呢 就是再说一下自己的性格吧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口是心非的人 就比如说生活中朋友打个电话是吧 你一起一起出来玩啊 其实我很想去的 但是我的性格就是属于比较宁的那种 你知道吧 就我就感觉可能他们也只是礼貌性的 就是问一下我 然后可能也没有特别想我去吧 然后我就会说 啊啊那那我我我还我还是不去了吧 其实我就特别想他挽留我一下 然后我就立马的答应他 但是每次当我说完啊啊我就不去了吧 他会说啊那好吧 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然后你知道吧 就是这种性格呢 就会让我错失很多机会 就会让我错失很多钱财 曾经直播间有一个国王大哥来到了我的直播间 问我 灵性 你想要哪一个礼物 我说没事的大哥 你开心就好了 不刷也可以的 先了解了解一下我 然后大哥就退出了直播间 然后然后马上 马上过了五分钟 我就看到那个大哥在那个飘瓶那里 给另外一个主播拍通了黄金守护 刷了三个火箭 然后经过这个事情吧 我就发现吧 人吧 就是还是要把自己想要什么这件事情表达的明确一点 对吧 就好比现在 是吧 就好比现在 哥哥 人家想要一个 许愿数 好不好嘛 求求你了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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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求求你了 就一个 许愿数 好不好 抓死什么 我靠 坐吧 坐死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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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喂 真的 我都已经准备好没有人刷的那个词了 完了这里这这这这这拖不下去了呀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真的真的真的非常感谢云云 真的真的非常感谢云云真的 就是你知道吧就是有的时候 粉丝的孩子他可能永远都得不到糖吃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你可能还在考虑你的粉丝 钱包你的钱够不够他自己用的时候 他已经在派对房花光了自己所有的鸡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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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等其实看直播吧就是哎 其实说实话怎么玩也是大家的这个选择对吧 就是大家怎么开心怎么来 就比如说有些主播他可能占有运会比较强烈的对吧 他就是会那种 啊不行你只能给我一个人刷 你不能去给别的主播刷 哈哈哈哈 啊然后就是一哭二脑三上脚啊 我叫我一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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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去够一哭了 乱响以后 我们看见了 你能不能扭齁